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石玉兰 为了了解学校目前在软硬体设施上所欠缺的资源 14号上委县长徐政卫,教育处代理处长翁舒敏 陪同前往了花莲北区五所学校进行视察 了解学校软硬体设施年久失修 并指示花莲县教育处进行专案处理 花莲县政府历年来注重教育品质 在教育方面占比第一 今年更高达31.9% 县内多所国中小学 因历史悠久硬体设施老旧需要进行改善与品质提升 14号上委县长徐政卫 特别协同教育处代理处长翁舒敏 会看济安国小等在内共五所学校 勘察工程进度与计划需求 那这个高度目前我们也都做好了相关的一个设计跟规划 那金贝的部分目前 你要做女威墙之类的吗 也不是 有点做类似像碳海 就是让它可以这样走下去 县长表示花莲处于地震火药带 造成学校部分设备军列等问题 考量学生需要以及安全将进行改善工程 另外花莲推动学校各项才艺及其专班 目的在于提升学生五欲兼具的培养 特别希望在美学教育上给予更多的刺激激发学生创意 很多都是有一些比较老旧了 那因为现在有时候学生也需要或者考虑到安全的考量 那花莲又是地震频繁的地方 所以有一些校舍是因为地震而军列了 那体育设备设施也因为军列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把 几个学校急需改善的 那赶快改善下来 那另外就是对于音乐厅或者是 这个视听设备的部分 也是这一次的重点 因为花莲在推动各项的才艺 以及我们的这个艺才专班 其实每一位家长或者是学校都非常非常的用心 我们也希望孩子文武兼备的自体群美都能够兼具 所以在这个美学教育 艺术教育我们也特别重视 所以有到这个 我们在北中南都有重点的这个学校来设置 我们影音视听的设备 那当然对于有一些比较集中了 我们要更加的加强 所以今天看了几个学校 那我要非常谢谢学校的校长以及老师的用心 对于现在疫情的状况还要这个防疫要做得到位 然后教学也要兼顾品质 那所以我要再次谢谢所有线上的所有老师 还有校长们 硬体设施更新的部分包括了宜昌国小提报活动中心 音响灯光设备更新工程等等 在同整五所学校所提出软硬体设施之后 会依各校的需求以及相关预算来进行编列 解决各校老旧设施态患的期程 记者林杰花联市采访报道